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在同一时间 我们大家设置所在山东省济南市拍摄到了同样严重的雾霾画面 在那几天 整个华北地区都变成了一片灰色 在山东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化学专家王文新告诉我们 雾霾已经不是某几个城市的问题 如今它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大面积区域化的特点 2015年12月8号 雾霾再次袭来 为了做好防御工作 北京市首次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 机动车单双号现行 大规模的雾霾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 甚至已经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 作为中国最早开始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 88岁的王文新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了 位于山东大学一栋教学楼楼顶的环境监测站 这里有最专业的监测设备和监测人员 对济南市的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 同时也会得出最权威准确的数据 今天有雾霾 现在多少了 287 280多 在雾霾又不得了 280多所以 雾霾现在它是天牧师 到达它的标上是80还是100 天牧师 那比这个天牧2.5100的相当 它有什么也 所以像这么大的温度 那都不得掉了 2003年 当时已经76岁的王文新 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退休 回到母校山东大学 并组建了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 从那时候起 王文新就和他的团队 开始在山东省的部分区域 做PM2.5的数据监测 近年来 PM2.5这个专业术语 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出门前查一查PM2.5的浓度 已经成为了很多人 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活习惯 在此前 PM10一直是我国主要监测的大气污染颗粒物 在近几年 我国才将PM2.5 作为衡量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那么PM10和PM2.5又有哪些区别呢 乌门污染市值就是大气细颗粒物 污染 原来不是PM10吗 现在为什么管住到PM2.5 因为PM10 它也可以进 从B墙里边可以进去 靠近 这个离境靠近湿的 它可以趁机 从呼吸道 慢慢趁机 它大颗粒进不到肺泡里去 但是细颗粒 大气颗粒物的这个里径 小于会等于2.5个微米的时候 它就可以通过呼吸道 进到肺泡 由于提早意识到了PM2.5 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危害 因此十几年来 这位老人带领着年轻的科研队伍 一直在致力于雾霾的研究工作 为了更好地解决雾霾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王文鲜和团队必须首先弄清楚三个问题 首先要看看浓度有多大 看看各个城市农村 浓度有多高 第二步 看看这些颗粒物丝 还有什么物质 就是它的化学组成 化学组成弄清楚了 就知道它对人体的健康力 会有些什么害处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这些 这个PM2.5这些颗粒 从哪里来的 雾霾最大的污染源究竟是什么 目前仍没有明确的定论 但王文鲜和科研团队经过研究发现 在不同的区域 雾霾的主要来源也有所不同 城市 机动车 是第一大类 第二大类 化石燃料燃烧 特别是煤的燃烧 除了汽车尾气 燃煤 工业排放等 这些主要的污染源以外 王文鲜告诉我们 还有一些不恰当的生产生活方式 往往也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对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 那么这些污染源来自哪里 他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严禁焚烧 接杆 成为了我国北方农业地区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 在我国 之所以禁止接杆焚烧 是因为接杆焚烧会引起对大气环境的破坏 但也有人认为 上千年的接杆焚烧 也没有对环境产生大的影响 如今却将雾霾的严重 归咎于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 似乎有些不够合理 那么接杆焚烧究竟会不会对大气环境产生影响呢 山东大学环境化学专家将通过科学实验 为您解开答案 这是我们自行设计的 接杆燃烧烟气采集测量装置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燃烧炉 到时候就把截盖放在这炉子里燃烧是吗 对 我们把截盖放在里边 点燃之后 烟气就通过烟道 到这边烟气采集室 那么我们的仪器就放到烟气采集室里边 来测量烟气中 PM2.5的浓度 这是PM2.5暂现测量仪器 我们现在开机 我们通过这个在线PM2.5测量仪器呢 这个背景空气的这个PM2.5浓度有多少 我们把这个开关法打开 那么大概有一半的烟气呢 通过这个管道 接到我们的烟气采集室 另外一半呢 拍到外面大气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这个 这个冒烟的情况 然后这个味道挺刺别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烟气燃烧过程中PM2.5浓度有多少 看600多660维克美丽方米 那么是这个背景大气的20倍 20倍非常高 国家很严格的控制这个解干分少 今年呢 还好一些 但是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这过去人都不知道 所以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而且讲的水中科学研究 可能还会发现显得问题 因此呢 也可能还有更严格的要求出现 农村地区的接干焚烧 会在特定时间和区域 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实验的证实 那么在城市 类似的污染同样存在 而污染源就来自很多人 都非常喜欢的一样美食 碳火烧烤 一个小小的碳烤炉 到底会对城市空气 带来多大的污染呢 同样让我们通过实验 来为大家解答 今天上午我们做一个烧烤实验 了解一下我们平常喜欢吃的烧烤 那么它产生的烟气 中的PM2.5浓度有多少 那么它会产生哪些颗粒 这些颗粒物呢 长什么样 这是我们这个实验 要用到的这个烧烤炉子 里面是碳 我们那个点染之后 放上这个烤串 就可以产生正常的烧烤 会产生烟气 与接杆焚烧实验有所不同 烧烤实验 除了测量碳火烧烤时 PM2.5的浓度以外 我们还要对碳烤烟气的 具体物质成分进行检测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碳火烧烤时PM2.5的浓度 会有多高了 那么刚才背景大气的PM2.5浓度 是163微克美丽方米 现在我们拿到这个烧烤 烟气的旁边 看一下这个PM2.5的浓度有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测量仪器离烧烤炉有一定距离 但是这个浓度非常高 有900多微克美丽方米 是我们大气背景浓度的6倍左右 那么这个烧烤烟气 对这个烧烤台周围 这个居民小区的 这个空气质量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现在我们把单颗粒采烟气 拿到这个烧烤炉旁边 那么这个单颗粒采烟气的上端 是一个2微米的过滤膜 它把大于2微米的颗粒呢 过滤掉 那么小于2微米的细颗粒呢 就到这个切盒头里面 然后收集到这个通化膜上 这台颗粒采烟气 可以为我们采集到烧烤烟气中 直径小于2微米的颗粒物 烫火烧烤时PM2.5的浓度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PM2.5究竟长什么样呢 眼前的这些黑色颗粒 就是直径小于2微米的颗粒物聚集物 但是如果想看清楚它们的具体形状 还需要通过专业的电子显灰镜 PM2.5呢非常微小 我们肉眼呢通常是看不到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烧烤的烟气颗粒物样品 放到5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下面 我们就能看到PM2.5的真面目 那么这张图片里边呢 这个网格呢是铜网 那么网格中间呢 就是我们采集到的烧烤烟气里边的PM2.5颗粒物 这些小白点都是PM2.5颗粒物 那么这些细小的PM2.5颗粒物究竟是什么成分 它的形状如何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会用更精明的仪器去检测它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有机物会产生质染作用 这个球状的是硫酸盐 表面吸附有中金属 比如铅锡 它们对人体健康都有害 由此可见 烧烤产生的烟气颗粒物 成分非常复杂 它对局地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 都有较大影响 尽管接杆焚烧和炭火烧烤 会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范围 造成污染物浓度极高的大气污染 但我们不能把如今火锅严重的雾霾 主要归进于这些污染源 而且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严重的大气污染 就已经在一些工业城市有所显现 七十年代后期 总后期 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 实际上像北方的城市 那次主要的是势力 郊区还好 它因为整个工业少 现在灰液当时还不太熟悉 这些污染物的影响作用 对人体健康的伤害 其实类似的大气污染 不仅出现在中国 如今的很多发达国家 他们在工业发展过程中 都曾经历过大规模 甚至影响危害 更严重的污染事件 这幅照片 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 美国洛杉矶 那时 洛杉矶的汽车数量 已经达到了250万台 而同时带来的是 汽车尾气的排放不断增多 由于汽车尾气中 还有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 1955年 在强烈紫外线的照射下 这些气体在空气中 发生了新的化学反应 使洛杉矶成为了一个 毒烟物工厂 导致400多位 65岁以上的老人 因为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1978年 在我国西部的甘肃省兰州市 也发生了相似的光化学烟雾事件 但当时的兰州汽车数量并不是很多 那么兰州发生光化学烟雾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兰州是一个下谷 城市在东边西边 那个地区 也算它的一个角区 叫西谷 就这个地区出现一种污染 严重的时候呢 有点发烂 也雾蒙蒙的 刺激原影 它就特别 兰州地区 蓝色烟雾的出现 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那么这些烟雾 究竟来自哪里 烟雾中 又包含了哪些化学成分 这些烟雾 会给环境和人体健康 带来什么危害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 并有效控制 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 决定成立专门的课题组 王文兴担任组长 那是王文兴在环保领域 承担的第一个重大课题 1952年 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的王文兴 起初对环境保护 并没有太浓厚的兴趣 在那个感应超美的年代 这个年轻人 一心想利用自己所学到的 工业催化知识 为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 在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中 做出自己的贡献 1979年下半年 国家决定成立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此前 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 许多化学研究工作已经停滞 那个一心想从事科学研究的王文兴 就在天津市环保局当上了副局长 做过化学研究 还有环保工作的经历 因此 王文兴被组织选中 去组建环境科学研究院 在天津市不让我走 天津市也需要 也需要人 后来呢 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 叫借 什么名义借呢 正好有联合国一个项目 定的时间 三个月 后来这么借了 那他不好不给 不要去了 从一借 摸送三年 我才正式掉去 唯一借去以后 他就没准备换回来 此前 一直驰骋在工业催化领域的王文兴 从此改了行当 开始致力于中国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 面对兰州出现的蓝色烟雾 王文兴和团队 首先想到了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汽车尾气的排放过多 而当时车辆并不多的蓝州 这些蓝色烟雾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光化学烟雾实际上在1944年 美国已经都特别是洛杉矶地区就早有名了 都知道也知道它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都接触环境的人 但是在国内呢 那个时候你看七八十年代都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知道这个又能有关系 不是很详细 为了弄清楚 这个污染到底怎么发生的 怎么来的 它到底有多大影响 如何控制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王文是一个野外观测小组 从1981年到1983年 连续三年对蓝州的气象环境进行观测 通过观测 他们找到了答案 这个地区呢 寄责了工厂 工厂主要的是工厂是什么工厂 是炼油厂 和水化工厂 它主要的是这两个行业 我们叫石油化工型的空气污染 寻找到了蓝色烟雾出现的根源 对于王文熙和团队来说 已经迈出了解决蓝州烟雾事件的一大步 可这些烟雾为什么会是蓝色的呢 它们又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你看这些工厂 排放的当时许多污染物 从总体上说 类别可以说两大类 一类是有机碳氢化合物 石油化工厂 碳氢化合物 另一类呢 是氮氧化物 这两种化合物 就是光化液烟雾 形成的天体物 在太阳光照射下 生成臭氧 就是欧酸 还生成一类有机物 有机酸 有机圈 圈类 这个圈类呢 那就是刺激眼镜 因为全是有室内和致癌的那个物质 还有其他一些氧化物 这些刺激眼镜 就这些物质总和的 石的这个空气 它呈现 微弱的蓝色 弄清楚蓝州烟雾的来龙去脉之后 他们给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提出了解决方案 通过控制污染物排放 整改高污染高耗能的石油化工企业 成效显著 而相较于区域性整改更为重要的是 为更多人敲响了急需关注环境问题的警钟 南州市 它的工业 国民经济 现在和三十年前 已经发展的 应该增加多少倍 它没有怎么加重 那就是还是有成效的 就当地人家控制 后边还在做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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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1952年 英国爆发了全球著名的伦敦烟雾事件 在大雾持续的五天时间里 丧生者达五千多人 在大雾过去之后的两个月内 有八千多人相继死亡 面对如今我国北方地区的雾霾 不少人在担心 我国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呢 王文星院士告诉我们 伦敦雾霾事件之所以造成大规模死亡 是因为伦敦雾霾事件发生时 伦敦的空气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才造成了如此后果 而这种特殊物质究竟是什么呢 二氧化硫 它在二氧化硫 伦敦烟雾事件期间 它能达到浓度达到四个毫克 就是四千五一克的方米 伦敦烟雾事件 是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最典型 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煤烟型污染 煤烟型污染 是指煤炭燃烧排放出的 烟尘二氧化硫等一次污染物 以及再由这些污染物 发生化学反应 而生成二次污染物 所造成的污染 早在伦敦烟雾事件之前 英国的许多城市 例如万彻斯特 爱丁堡等世界著名的工业城市 都曾发生过煤烟型污染 有时甚至还会伴随酸雨 只不过那时 煤烟型污染的规模和影响 都相对较小 1973年 王文心曾作为 中国代表团的议员 到英国参加一个 国际环境学术会议 并在英国的各个城市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 在曼彻斯特考察期间 王文心对煤烟型污染和酸雨 有了最初的认识 曼彻斯特的城市 是公业革命的摇篮 因为考察环境 它是政府的人 带领代表团 去参观一条街道 再一条街道 枪壁都是黑的 陪同我们的检验员 说黑地留着 这个枪壁没刷 这是当时染霉造成的污染 80年代初 在山西省太原市 爆发了大规模的煤烟型污染 这次污染 很快引起了国家科委的重视 并派出调查组 王文心是领队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污染源 并弄清楚污染物中的主要成分 但由于太原的污染面积 已经达到了150平方公里 因此相较于兰州烟雾事件 这次的调查研究难度更大 那个时候没有自动检测 一切都得采样 采样以后到一个中央实验室 几个小时采一个样 你就得几次送到中央实验室 中央实验室就是台阳寺环保所 这就是组织 我们当时组织八路汽车 往这输送 采样所送来送去 经过采样和检测分析 王文心科调查组发现 太原的严重污染 主要来自于燃煤工业 煤炭的大量燃烧 所产生的二氧化硫 在空气中发生新的变化 形成硫酸盐等颗粒物 进而加剧了太原的大规模污染 了解了太原出现污染的原因 王文心明白 及时控制燃煤过程中二氧化硫的排放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因此王文心科调查组立即将检测结果和脱流除尘的建议 报告给环保部门 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少煤的工厂 没多少是脱流的 而且当时还有很多城市的这些果路用煤 没有滴流煤 后来才从各种方法减少流的排放量 1986年 在我国西南部的重庆贵阳等地 开始出现一些小规模的酸性酱水 王文心意识到 这些酸性酱水极有可能就是酸鱼 而酸鱼的出现也正是因为二氧化硫在作怪 大量燃煤形成的二氧化硫在空气中发生氧化 会变成三氧化硫 流氧化物遇到大气中的水汽形成了酸 溶解到云层中的酸会随雨水降到地表 进而形成酸鱼 由于燃煤量较大 加上南方地区雨水充沛 为酸鱼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为此王文心和团队 又对我国南方地区的酱水进行了观测 不仅确认这些酸性酱水就是酸鱼 而且还首次划定了全国酱水酸度的地理分布 这没险性的污染 控制主要对象是颗粮物 是二氧化硫 你要控制住二氧化硫 控制住颗粮物 也对酸鱼控制也很有效 酸鱼要控制的物质 就是二氧化硫 所以后边和前面控制 没氧性污染 控制椭流 椭流出身 这个大大的减轻了 后边 酸鱼危害 如今我国出现的雾霾之所以二氧化硫浓度较低 正是因为王文新当年及时意识到了燃煤所产生的二氧化硫 对于大气 土壤 水质的危害 并通过研究结果 为环保部门及时提出了防控二氧化硫的建议和方法 王文新和团队当年的研究结论在今天看来 无论是对环境保护还是对人们的身体健康 都是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 虽然我们也常说 我们很难没有很好的避免工业发展 外国环境污染走过的道路 但是我们还是避免了很多 没有完全避免 还是避免了很多 北京五百事件期间 二氧化硫在几十个 一百个微克 一百个微克 这0.1个毫克 它四千微克四个毫克 你看差多少 所以没有这个急性死亡 汽车尾气和工厂排放的废气 是我国常规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但雾霾之所以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危害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被排放出来的污染物 会在空气中发生二次反应 反应之后形成毒性更强 对人体的危害更大的物质 那么污染物究竟会在空气中 发生哪些变化和反应呢 王文兴院士和他的量子化学研究团队 将第一次向我们揭示这背后的玄机 2004年 王文兴在全国率先创建了 环境量子化学计算团队 量子化学是通过计算的方式 来对化学反应进行分析 由于许多大气污染的化学实验 对研究人员的人身安全存在一定的隐患 因此通过计算的方式进行分析 是目前最稳妥 也是比较先进的分析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 实验很难做 就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 有些实验还不能做 例如朵环方亭 朵环方亭 它一般都有毒性很强 有的有致癌性 朵环方亭是大气中的主要致癌物质 是一种有机文物 主要来自于一些燃烧过程 比如像机动车尾气 一些工业过程 比如像眼尖过程 甚至于我们在烹饪过程中 你比如像在油炸过程中 烧烤过程中 也会产生大量的朵环方亭 在中国肺炎已经取代了肝癌 成为了癌症死亡 最后原因 朵环方亭在大气中 经过一系列化验反应 可生成致癌性更强的 消极朵环方亭 消极朵环方亭的致癌性 是朵环方亭的10倍以上 通过我们的两个化验计算 收此结实了 水分子在消极朵环方亭的 形成过程中 其催化作用 通过十几年的研究 王文新和他的科研团队 逐渐认清了雾霾的主要来源 雾霾的组成成分 尤其是其中对人体 有毒有害的物质 但是面对如今 中国严重的雾霾污染 尤其当经济增长 和环境保护相冲突的时候 雾霾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要搞它通事搞 这几个城市通事搞 它为什么它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气象条件 这个气象条件下 大气不容易流动 还得要可学态度对待 这就是国家 这国家像国务院中央 它就叫劝衡 劝衡这个 你现在不能共产 现在淘汰落后的 改变能源结构 参业结构 这个李秋 少拍 还精进 它得要保持一定的 症状速度 你首先你不能饿肚子 一个人要将生活条件 改善 空气质量 我首先得吃饱 你说汽车 1.5让5排放 他走路他还得带出阳城呢 那没有汽车不好吗 等没有汽车 你不方便 国家需要从宏观的角度 全局考虑严重的 雾霾污染问题 找到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而作为个人 当雾霾来袭 面对空气中 有毒有害的污染颗粒 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现在统伤用的就是 戴口臭 戴口罩 那得要有合格的口罩 要是细颗粒 得能挡住细颗粒 咱们就说平衡 平衡任务 我能挡住它 像冬天 尽量的 冬天一般的 是污霾容易发生季节 污霾严重的时候 不要开窗户 这个是绝对有利 少出门 尽量能不出门 最好在家里待着 能比外边好 三尺冰冻 非一日之寒 如今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 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也同样需要一个 长时间的过程 环境问题 包括大气环境 是一个漫长的 就像我们这个大气污染 要控制到现在的 法达国家的水平 那么要对人体健康 影响 就是现在的欧洲 和美国的水平 他们还在继续做 我一直看来 这个大气污染 它的整个的问题解决 还需要有漫长的道路 只是说呢 我们每一个时期 我们都有提高了 都有改善 是往改善的方向发展的 欧美等发达国家 几十年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 已经给我们留下了 许多值得学习的经验和技术 如今 各种新能源 已经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高污染 高排放的工厂 也正在逐渐减少 相信 随着能源结构 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雾霾终会散去 蓝天将再次成为常态 每一个环境问题的解决 都需要先找到环境问题发生的原因 然后对症下药 当前 人们最为关注的雾霾问题 王文兴院士带领着他年轻的科研团队 已经研究了十年有余 王院士常说 研究清楚原因 才能找到有效的控制对策 我们感谢这位88岁的老人 他长期远离北京的家人 坚守在济丹 与他的科研团队 一起夜以继日的工作 有朝一日 当我们彻底根除雾霾 远离大气污染的时候 不能忘记 有这样一位科学家 他毕生的付出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家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 再见